对这难受的工作焦虑症,我们应该怎样快速投入到工作,让在家也能办公效率高。 一,提前调整作息,建议大家提前两三天调整成工作的作息时间,收收心为即将到来的工作做好心理准备。 二,营造工作环境,在家里上班很多因素都会影响到工作,因此建议在家最好有独立的办公空间,让自己更专心投入到工作中。 三,在刚开始工作时,为了不影响工作机型,建议刚开始先做一点比较简单的工作,让自己慢慢投入到工作后,再做比较难的工作,让可以提高功能。